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检署的检察长陈守皇 他们两个涉嫌接受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官说 来为立法委员这位民进党在立法院最大咖的柯建民 被指控背信的这个案子 违法向高检署的检察官来指示说 不要再上诉了 最后结果真的就是如此 好 因为没有涉及金钱等等的对价事件 所以他们不涉及刑事的犯罪 最后怎么办呢 在这份新闻稿当中 把整个市政说明了一部分之后呢 最后点倒是说把曾永夫移送监察院吧 把陈守皇移送法官评件 好 曾永夫马上开记者会强调 他可是被罗之罪名的非常不齿 特征足因为私人的恩怨陷害自己人的说法 看到这听到这不知道 观众朋友您怎么看看这件的司法丑闻 真的是如曾永夫所说 这是一个所谓的内部斗争的一个结果吗 到底是这么一个高阶的司法人 来为立法院的这个明代来做这个官说 这个是司法界的内斗就可以解决的吗 重点是到底谁该负责 就今天点名到这四个人是不是真的都该要负责 又该怎么负责 目前看到状态是什么 官说的人没事 被官说的人有事了 这是台湾的司法吗 台湾共同团 关心台湾 今天带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现在请到的来宾赶快为您来做介绍 赶快来看看这件事情接下来要怎么善聊 好 我们第一位来宾今天为您介绍 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费洪泰 主持人 各位观众 大家午安 好 今天现场来请到的是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 大家午安 好 现场请到另外一位是律师李宜光律师 主持人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时事评论员是陈金兰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介绍完来宾之后 赶快就来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一回事 因为发生在早上其实新闻来得很突然 但是整体事情到底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看它才对呢 先看我们的报道之后 我们待会就请现场来宾好好地分析 面对镜头总是侃侃 而台湾身为法务部部长却涉嫌重大危机案 深陷关说复报 我们发现法务部曾永副部长 台湾高人法院检察署 陈守皇检察长 涉嫌接受立法院王金平院长 立法委员柯建民关说 特征组大动作针对重大司法风际事件 召开记者会三层级高达法务部部长曾永夫 台湾检察长陈守皇 两人涉嫌接受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和立委柯建民关说 客人组监听柯建民电话多次听到雍北曾永夫的错号 电话中王金平对柯建民说 那个女孩姓林 她是雍北的人 要我跟雍北说 我已经跟雍北说完了 她会尽力 她会弄 雍北会处理 其中阿皇就是陈守皇 雍北则是曾永夫 隔天王金平再打电话告诉柯建民 雍北跟我说OK了 我可以坦荡荡地跟各位报告 我绝对没有涉入个案 参专组指证丽丽查出违法指示所属检察官 赋予上诉事件 黄检察总长深感痛心 此事件已严重灼伤司法心律 我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处置方式 表示痛心 也感觉我们的司法会这样以柔制的方法陷害人家 甚至自己自家的人感到非常的不齿 我很惊讶 我一生清清白白 坦荡荡荡 那对这个问题 那送平坚就平坚吧 两人都说自己坦荡荡 因为没有收受金钱 不触犯刑事责任 分别送往监察院 以及个案评议 最终可能会遭撤职 不但损害司法人员专业形象 也让原本前途光明的法律之路 蒙上阴影 中文字幕杨树莎 HQ小柱台北报道 好我们看到重要的当事人 包括了曾永夫部长 也包括这位被指称的这个陈首皇检察长 今天都面对媒体都强调 真的是完全跟自己无关 一个强调的是呢 非常之清白 一声坦荡 曾永夫强调这是 嗯 自己人自家内斗的一个结果 到底是这样子吗 一大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有人会有人这样的评论说 哇这个怎么是特征组在打老虎 但接下来评论说到 这叫做内斗 这是什么样的内斗 是司法界自己的内斗 还根本是上升到蓝绿之间的内斗 好大家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 那么待会的三点钟 曾永夫就要进行政院 去跟行政院讲硬化做报告了 这个报告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刚刚他已经强调了 不是我做的事 我干嘛要辞职 但后续发展 大家恐怕得要高高的关切 因为这个事情不只是他 那么要处理这个事情的检察总长 黄世民 接下来我们大家要怎么看待他的角色 我们今天都会做分析 我们首先就来看到 这是高法院检察署新闻稿 今天在这里做了发布之后 大家真的是吓一大跳 我们简单主要为大家来简单说明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今天会点名到的 包括了曾永夫 包括陈守皇 包括王金平跟柯建民 事情的源头是谁叫做柯建民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民进党在立法院最资深的党边委员 最大咖就是他 今年事情还真的是不少 这个人头党人事件 还记得几个月前的事情吗 这回为了是几年前 他担任全民电通总经理的时候 涉及了1200万元的一个不实报销 这样的一个的案子 最后说涉及了背信罪 于是被起诉 跟一审的时候 何怡婷改判他无罪 为什么会改判无罪 一二审都有罪 都是半年六个月的刑期 跟一审变成无罪了 为什么呢 搞了半天 经过特征组这番调查发现 原来是立法院长王金平 跟立委柯建民 涉及去做官说了 向谁官说 向法务部长曾永夫 高检署的检察长陈守皇 来官说 要求承办的检察官 不要再上诉 这位承办检察官 叫做林秀涛 是一位女检察官 整理事件就这样发展下来 因为有被监听到 所以呢 到底是不是这个官说 导致最后呢 哇真的如柯建民所愿 无罪了呢 是这样子的转还吗 我首先先请的是 费宏泰委员了 这时间看到这 我不知道费宏泰 您第一时间 国民党立委 第一时间是什么样的反应 说到立法院长 王金平 带头官说 这是常态 还是个案 但是他官说对象是 你们的对手吗 是民进党的柯建民 这个是今天早上 我听到了很诧异 接到柜台的电话 我也考虑了好久 要不来 因为这个问题 实在是很大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样子 这个揭发出来 我觉得很好 因为这些人 必须得把事情 说清楚 讲明白 这些事情 在当今 当今啊 都是非常具影响力的人 在立法院 说可不可以开会 大概我们王院长 跟这个柯建民 两个说了就算 所以他们两个 对这个行政部门 有没有影响力 那是百分之一百 这个大家也不需要怀疑 对不对 那既然他们有影响力 这个曾永夫 还有这个高杰柱 这个检察长陈总 原来是原来当次长 他们会不会 这个这个卖他的账 外界揣疑 也都是非常可能的 这个因为 否则他们很多的案子 或者他们的预算 在立法院 说不过就不过了 对不对 再来看 这个高检署 这个高检署 这个我们讲 高检署在这个案子 确实也很奇怪 对不对 你觉得 外界都说 他应该要再去 再提出上诉 当然我们在法院的部分 以后再谈法院为什么在更衣审 就是判无罪 那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我也希望大家来 那边也可以继续讨论 所以这个当特征组啊 针对这几个人提出来 第一个我要肯定特征组的勇气 他敢打到这次 这次真的叫做老虎 他绝对不是商赢 我们肯定他是打老虎 当然郑永夫今天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今天从十一点半以后 就盯着电视看 我们一直在问 因为这个问就是上网看来 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曾永夫出来讲 他说这是罗治罪名 这是他们这个什么叫做内斗 借机什么什么报复等等 这也很严肃 很严肃 换句话说 曾永夫你必须得讲清楚 你是法务部的部长 你必须得讲 你为什么说人家是罗治罪名 说是在做私人的报复 当然在这个事情 既然曾永夫贵为法务部的部长 法务部的部长之操守 是不容被质疑的 类似像皇后的曾操 如果说既然 他也算在这个系统里面 他是他们的大家长 大家长说你在罗治伟的罪名 你在借机报复 特征主这个时候 你不能只讲说 我侦查不公开 你也必须得适度的做一些说明 否则大家不知道谁是谁非 但是这个事情我想揭发出来 对台湾的司法是好的 是好的 我对这个事情 我非常严肃的再来看待 是好 谢谢委员 当然是严肃看待 到底这是纯粹只是揭发一个不法 只是打老虎的呈现而已 还是这里头有太多太多 大家难以想象的错综复杂的情节在里头 所以大家或许在这要看到很多的分析跟报道 包括我们节目这样的分析评论 你才会理解到底怎么一回事 因为大家常会说 马总统这几年一直喊的公平正义 但在法律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公平有争议 对待一般老百姓是什么样的态度 但面对这些高官 一个是立法院的大家长 一位是民进党在立法院最大的一个立委 他们的事情 为什么瞧瞧得好 那一般老百姓的事情 为什么大家走法院走到昏天地案 那么为什么民间一直传说 真的是要有钱才能判生 那么这个案子我们要怎么看 高官有权又有钱 一切事情都好办吗 还是真的他们通通是被冤枉的 我接下来请李律师 李律师我们来看到说 整个案子现在全案定验了 但是他告诉大家 特征组是以什么 违法官说个案 把这种不含送监察院 陈守皇送到这个 依这个法官法 送到是这个检察官来做个案的评鉴 王金平跟柯建平的部分 说因为涉及立法院的自律也就不管了 所以只是行政上的惩处而已 因为没有法可以办他们 是这样子吗 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部分可能还是有一些法律上的疑议 因为我们今天还是依据这个特征组 发布的这新闻稿来看 在这个案子呢 林检察官高检署的林秀涛 林检察官是还没有收到 这个法院的判决之前 就已经就是有抽 就陈守皇检察长就请他去说明 那在当时他就已经说 做出这个不提起上诉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接着呢 再来就是说林秀涛检察官 后来呢也没有再有阅卷 也没有再去阅卷看这个案子 到底是不是应该有上诉的理由 那最后特征组的这个新闻稿里面讲说 按照特征组的研判 认为说原来更衣审对柯建民委员 所做的判决 他认为说这个无罪判决里面 有一些有相当多的 违法不当的地方 应该要搜 检察官应该要收到判决之后 十天之内要提起上诉 所以从这样整个情形来看的话 这个案子在检察官做出 不提起上诉的这个决定之前 第一个他没有收到判决书 第二个他要做出 不上诉的决定之前 他没有阅卷 第三个从客观视证来看 特征组已经发现说 这个无罪判决 可能是有上诉的必要性跟理由 那在这种情况下 检察官做出不上诉 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 是有一意的 那我们只能说提出说 现行的法律规定在 刑法125条里面是有规定 检察官具有这个 追诉处罚犯罪的权利 但是他明知有罪之人 故意不为追诉或者处罚的话 是构成刑法125条的 滥权不追诉处罚罪的罪名 今天这个检察官 他当然是有这个 追诉处罚的权利 他不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因为 譬如说他的上级长官 或者部长的指示 那部长虽然没有 追诉处罚的权利 可是如果说他是教所 检察官做这样一个行为 是不是事实上有法律上的责任 我们认为是事实上是有争议的 所以今天特征组 今天就是说从法律上来看 他只是把这个部长 真部长移送监察院 陈守皇检察长移送贫鉴 这样子目前来讲 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只是针对的是行政陈署方面所做的处理 事实上这案子里面在法律上来看 可能会有刑法125条是否有涉嫌犯罪的这个问题在 所以这部分我想这未来可能特征组这边也应该做一个综合上的一个考量 是不是只是这个案子只是单纯只是用行政陈署 就就足以处理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今天会说到这叫打老虎 但是律师您这一番说明之后 其实没有不是没有法条可以处理它 如果要这个完完整的把他法律成品走完 其实特征组轻轻放下咯 也不能这样讲 可能这边是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判断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说整个市政是并不是那么明确 我们从法律上分析来看 在现行制度上并不是没有法律上涉嫌违法的这个的可能性 因为是刑法125条是已经有明文规定在这边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知道说最近有些案例像譬如说基隆市长的那个 涉嫌到官说的案件 那个案子后来在那个地院也一审也是判这个基隆市长是有罪的 所以就本件来看同样一个官说行为 那是不是只是单纯一个行政上的责任 还是说也有涉嫌到刑法上的这个违法的行为 我想因为这个权限是在说特征组的权限里面 那他们在做考量的时候可能应该是要一并的加以斟作考量 是我们谢谢李律师 这番说明之后李律师主张是在刑法第125条当中 其实对于这个有没有故意或滥权的问题 是在这里是有些规范的 所以在这我们刚才说到到底是对法律的一个见解不同 还是在这里是其实搞了半天 特征组虽然说被曾永福部长说很生气的说这叫做自家内斗 但其实他还算是放了一条深路吗 是这样子吗 还是呢就是因为放了深路 大家可能真的是朝向那个内斗那个方向去看 但整个事情毕竟告诉大家 有头有脸的大官们带头在这一关说 大家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的一个发展 而且它是已经存在很久了呢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说 好那整个事情看到最重要当然就是曾永福部长 那这里头内容大概就是强调的是 他因为针对了个案来指挥了检察总长 指挥了检察长 洁生主察官或是检察官等等具体的指挥命令 有就个案来处理 于是他触犯不该犯的不该做的事情 不该犯的一个法律的问题 所以今天把他移送到这个所谓的监察院做行政上的程度 接下来我们请东豪 好东豪但今天我们来看到 后来在11点40分左右曾永福开了个记者会 点到我们这几个重要的词根据 他说这种处理方式 特征组组方式他感到痛心 新闻稿说我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他说哪有点有证据吗 你是罗织我罪名 对于特征组感到不耻 法务部长对特征组感到不耻 这好奇怪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这里开始错乱了 怎么会这样子 其实这个追踪副部长 他早上的这个记者会里面 他讲的其实就是内斗 对 他的意思就是内斗 后来讲的就是个人院私人报复 内斗他跟谁内斗 不会是特征组 他如果是检察官的位阶 都不能跟他相提并论 所以唯一会内斗的是检察总长黄世民 那长期以来法务部 如果就个人的恩怨 这种副部长跟黄世民检察总长 两个人在一些 比如说法务部的一些重要的人事安排 外派比如说检察长这个层级 对一些惩处 对一些用人的理念管理的方式 两个人都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 确实意见不合 所以本来就不是很融洽 不是很融洽 那这个事情发生到这个阶段 黄世民的个性来讲 他一定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因为他在监听客戒民的过程中听到 为什么 就是说有关于曾永夫分有没有证据 就是王金平院长讲说 他去拜托过曾永夫部长 好 所以我的证据建立在这个基础 并没有 他现在并没有抓到曾永夫直接 对陈总黄检察长 做任何指示的部分 所以呢 这个你就看到曾永夫部长在记者会上 很直接讲说这是内斗 没有证据 没办法证明我做过这个事情 可是因为是王金平院长 在跟这个柯建明委员通话的时候 讲出来说 他去拜托过永夫 永夫就是这个郑部长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如果黄世民总长不处理 那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他选择处理 他选择面对 对 那因为这个事情 他目前为止认为说没有刑事责任 所以部长送监察院 对 警察总长送回法务部 人平会去处理 对 那这个事情一爆发 当然很自然 第一个想 因为这两个人反正不合 一定有内斗的部分 是 可是回过来看 他有一个要严肃处理的 立委去官说 通常都没事 官说者通常没事 但是被官说者通常都有事 现在有事就他们了 对 那柯建明科委员过去也打听过一个案子 那有一个人就去坐牢了 那是前调查局长叶生梦 真倒霉 那这个事情就面临一个很严肃的部分 立法委员 不一定是王院长或者是柯伦 立法委员如果去关切司法案件的时候 这算是算对于我们在讲 侦查不公开要 或者是司法的独立性 的独立性 是不是算开了一个后门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严肃看到 这个部分是非常严肃的 那当然这两个人 曾永夫跟黄世民是不合的 这也是事实 是 所以曾永夫披头 最后就告诉大家 这就是涉及个人恩怨 是私人报复 我敢跟大家保证 他没有涉入个案 欢迎监察院来调查 不过记者会让大家也有问 问题不多 但重点问 你要不要请辞 他说对于我没有做事 我为什么要辞职 但又补了一句 如果有 我会考虑 那他也开始对自己的前面信誓旦旦旦讲的话 有小小动摇吗 其实我在看曾永夫今天整个一个记者会的过程 其实时间很短 他自己能够解释 说明的部分大概我想大概就在四分钟左右 没错 很短 我的判断 曾永夫部长应该是很乱 因为今天我觉得他讲话 讲的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也很多地方都有留下一些伏笔 那事情的整个变化 我想就在这一两天之内 你就会看到 曾永夫还能不能留在这个位置上 好恐怖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其实看他谴质用字算是用力的呢 这想尽办法用痛心罗知罪名莫须有 来替自己来做维护了 对来做辩护 但是东华 你是发现哪些的破绽在他这篇的生命稿里头 其实最重要是他在记者会上有一句话 因为所有指控曾永夫的基础 是建立在王静明院长跟柯建民委员的通话 通话里面 在两天 六月二十八六月二十九 第一天谈到说 王静明院长会去拜托曾永夫 第二天 这个王静明院长告诉了柯建民委员说 拥北已经答应了 OK了 对 那换句话说 是王静明院长骗了柯建民呢 还是根本 这个曾永夫没答应 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个罗生门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不管是监察院或是调查 我想未来不会有答案 是 可是因为是王静明院长 被录音的话 就后来的结果来看 陈守皇 检察总长 检察长或者是检察官 确实是不上诉 这样的结果之下 曾永夫部长他怎么再继续领导 这个后门被打开了这个 这个遗余永远存在 所以他怎么领导 还有马英雄总统 他当过法务部长 这里面要拿捏的奋计 要坚守的原则 已经不是是不是内斗的问题 所以你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曾永夫跟黄世民 基本上 这是两只大雄在打架 大雄打架 所以这两个人会半斤八两 分量其实是差不多一样大的 两个人至少一定有一个人会为这个事情下台 可是曾永夫开这个后门的嫌疑是最高的 所以他能够支撑的这个政治压力能有多久 你从看他整个记者会的说明里面 尤其在对于王金平院长 有没有跟他关说这件事情 他怎么讲 我记得曾永夫部部长是讲说 请你们去问王院长 他不直接讲有或没有 这是个败笔 你觉得这是个败笔 表示他没有证据证明自己 没有跟他之间有这样子一个来往 所以有点虚好 我们谢谢东华先生有点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接下来谁要去谁要留 那重点是关乎在马总统的身上 我们不晓得 但是案情我们还继续为大家分析下去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叫什么 叫做陈守皇 陈守皇检察官检察长 他今天立刻告诉大家 我身为一个最高检署的检察长 那么他重点是因为他是个基督徒 他说他是不会说谎的 这篇内容是在告诉大家 在今天新闻稿当中是如何来陈述陈守皇 在这里违反了职权 接受了相关的要求 然后去对他的检察长 这个林秀涛检察官来要求他 要不要再提上诉 那我们就来看他的声明的部分 我们现在请进来 我一生坦荡清白 基督徒全部说谎 每次到这个时刻大家都会看到 信仰要先搬出来 证明自己绝对没有问题 那然后呢 他也说郑永夫没有对他提起 关于科建民案件 要不要上诉的事情 也没有指示 林秀涛到底要不要做这些事 一切都是依法办理的 那么该上诉就要上诉 不上诉当然就不上诉啊 他说呢 他愿意来接受的是什么呢 评价大家把这个责任给 林秀涛说清楚讲明白 可以接受 这个部分还有的新闻 是直接指出来 他有几句话说 这个立法委员有跟他 讲到这件事情 他说这个案子 他会转达 也就是说他承认了 有立法委员跟他谈了这个案子 那他会去转达这件事情 那这就是关心跟关说 我们要讲的部分 那林秀涛也直接讲过说 他有跟他提说 立法院最近在讨论这个事情 那意思是说他没有做任何指示 那你也清楚 有在关心这件事情 那你如果扩大来讲 就知道说 那上面就很清楚 这个中间要怎么样发展 因为关心嘛 不然就不要关心 我们做属下的 在职场里面很清楚 老板讲了一个事情 提点了一个事情 大概都知道什么状况 所以他这里面 整个兜起来看 是确实有去关心这件事情 那他现在讲的是说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他只有关心 但是没有指示 应该要怎么样办 那今天的问题就出现到底 到底应不应该关心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 如果标准拉高一点的话 高的分析 那这就是应该要来看说 到底应不应该关心 这里面有几个人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 政治发展重于所有的 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所谓内斗 因为一石二鳥 我必须这样讲 过去民进党常来讲一句话 就是说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结果现在看到谁可以移动 看到我们看到柯建民 柯建民是哪一个党的 是民进党的 所以法院是不是国民党开的呢 这一次打破了 不是民进党开的 其实是可以搬动的 民党也其实有关系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叫王金平 王金平在整个事情的发展当中 现在看到他的那个角色 那大家都知道 他常常就是瞧事情 那柯建民又是大党编 民党大党编 帮忙讲讲话都没有问题 长期以来他的角色都被认定在灰蒙蒙的状况下 但是这一次被拖上台面打 大家必须还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立法院要开议 立法院开议有几个重要的事情 服贸 和事 还有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水患的案子 还有一个店家涨价的案子 但是服贸的案子 他前两天到了一个大学去演讲说 行政单位不要太专散 所以他对于服贸的案子也有意见 那这次立法院要开议 是不是能够照着马政府要讲的 那个只是持续去安排 在这里面有 我们刚刚讲了 是不是只有开枪示警 为什么他只送监察院 刚刚律师讲了张通龙的案子 张通龙有被判刑 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讲 他说教唆公务人员重犯人犯 他有没有 这里面我刚刚讲 教唆公务人员重犯人犯 也就是说 柯建民是不是应该上诉这件事情 有没有教唆重犯 这里面如果有的话踩张通龙标准 他是有被判刑的 可是他只踩了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叫监察院 那是不是只有开枪示警 他如果从严在这里面认定了说 这里面应该要在 他应该要判刑 要直接再上诉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应该在法院的这个路径 继续进行所谓他的论处 是 刑则上的论处 可是他没有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看到这里面的 抚衡着着就看到 是不是政治斗争 这个政治斗争里面 就是我刚刚讲的 未来立法院在开议 所有的程序 掌握在立法院长 王金平的手上 柯建民你这里 也不要太嚣张 所以这里面 是不是也在收老虎 我觉得这里面 整个发展 大家看 除了现在看到 这些发展 后面的状况下 他在这里面收获 是不是法务部长换了人 然后立法院 整个程序都可以照到 马总统要走的 那个方向去走 实诚去走 所以我们看到说 要单纯说 它是真的是一个 司法案件 法律面的一个问题 还有操守的问题 这也对 但是其实在这个时刻 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真的 单单纯的这样看就好 法律问题严肃来看待 但是这里头太多 有背后的操作 或者背后的目的 这部分 你又该怎么去解读它 我们广告怀继续 带大家看到说 好 王金平怎么关缩的呢 常管说吗 那柯建民呢 案子这么多吗 那么想尽办法要脱罪吗 这就是我们立法院 看到蓝绿两党 最大最大最重要的 A咖在立法院 他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示范 我们待会回来